这样子你不但能够增长自己的善根 你也可以调伏众生 调伏众生叫做感动对方 对不对 佛教徒可以感动佛教徒当然很好 可是伟大的佛教徒能够感动非佛教徒 那就更好 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印度Maha Gandhi 知道吗 Ghandi啊 他不是文武百官呢 对不对 可是他为什么会被印度人啊 视为呢 印度的国父呢 因为他真正为这个国家 印度教回教 所有的人民都是他 他也没有枪啊 也没有啊 任何 他是一个律师 对不对 他也吃了很多苦 他一直讲No violence 对没有暴力啊 很多人不相信啊 我有枪 棒的你就死了 他说没有关系 你有枪 可是呢 你没有一个真正的爱心 所以你看 他可以用印度甘地 对不对 真正的为一切的印度人 包含所有的宗教 你看呢 他可以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呢 要回印度国土 所以一直到现在 所有印度的人 我曾经去过印度 不管是佛教徒 非佛教徒 印度教 回教 席克教 讲到马哈甘地 都这样合掌 他非常非常感谢他 那我想你们新加坡人 一讲到谁 李光耀总统 我想大家 都应该是会合掌的 很赞叹他 对不对 他是一个很好的总理 领导者 我在新加坡没有办法 这么富裕吧 所以我们要感恩啊 所以出好的总统 也是这一群人的福报 那出不好的总统呢 也是这个地方的夜报 所以你要调伏刚强众生 是很不容易的 甚至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们说杜众生杜众生 假如现在一个黑手党的 或是黑色的 我面前在你面前讲 你有勇气为他说佛法吗 我曾经遇到一个不良少年 他脾气非常的不好 看到我说 你这个臭和尚 叹叹叹叹叹 他讲脏话 然后呢他就这样 很不屑地看着我 我说年轻人 小心你的嘴巴 讲太多的脏话 嘴巴会烂掉的 他说 我才不会呢 我天不怕地不怕呢 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呢 我说错了 二十年以后 你可是那一条毛毛虫啊 他突然愣了一下 师父你为我说 是毛毛虫呢 我说你要听我的建议吗 我说你相貌很好 你啊 爷是身体健全的 你是很有福报 可是你投胎做人 你不太会珍惜 对不对 你假如呢 不做好事 不存好心 做好话 做好事 这样到复的欺负人 或伤害别人的话 来生的话 你会很苦的 他顶了我一句 来生又看不到 我何必在乎 好 我说明天看不到 来生你看不到 明年总会碰到吧 明天你总会遇到吧 我没有讲很深的佛法 我只是告诉他 你要常常为别人想 你这样子欺负别人 捉弄别人 叫别人打别人 有一天你也会被人家打的 他说 我才不相信因果报应 那我说 你相信你自己吧 你自己做什么 将来就有什么结果 我就举个例子 像拳头一样 你打墙壁 啪啪一声 你打得很用力 哎呀 你手也会痛嘛 我没有要你相信宗教 可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所做的行为 他最后很酷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人 他不太相信别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 从佛教轮回的角度来讲 他很可怜 虽然投胎做健康的人 也长得很帅 对不对 四肢都很健全 可是他的心 却非常的染污 非常的丑陋 因为这种众生 是很难调伏的 那假如现在 有一个黑社会的人 就跟我说 师父 假如呢 你跟我说法话 我就砰的一声 那你敢不敢跟他讲 我敢讲 我念观世音菩萨 我心中会念观世音菩萨 假如我真的该 劝他的 归给他 砰的一声 那刚好去极乐净土 那时候砰的一声 他子弹打不到我 他会吓一跳 我就有降服他的功德 度他为佛教徒 知道吗 这不是说话笑话的 是真的 众生 云云的众生 有好人也有坏人 你看看 释迦牟尼佛 在阿含经跟大圣经论里面 佛常常用神通降服外道 佛常常用神通降服不好的国王 当然我们没有那个功德力 但是你的心要正大光明 要常常想为一切众生 请看下面 与彼彼身处 对一切的众生 他不同的六道轮回里面 彼彼的行为 他的行为 你要跟他相处在一起 他所做的一切 你要跟他能够结善缘 要用种种的方便 因此诸大人等 这诸大人是指菩萨 摩赫萨 对一切的众生 会分别的演说 不同的佛法 所以我 我这里的我是指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说 我在这里只是讲 所有无量精中 精中 大海当中的一滴 所以你要想 学习佛法 佛法在我心中 有没有做转念头的力量 我昨天讲转念 你要转自己的念头 你才能够调伏自己 调伏自己 你讲的话 才会感动别人 所以各位父母 当你答应小朋友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遵守 我在台湾 常常答应小朋友 我要给他巧克力 或要借他 哈利波特的录影弹 我都会记下来的 我纵使没有呢 我会叫我学生 记给他 因为我答应了他 有些信徒说 哎呀师父你不要啊 你那么忙啊 不要客气 我说不可以 你答应了没有做的话 小朋友永远不会相信你的 那你讲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他会说 那些都是骗笑的啦 妈妈都是骗笑的啦 以为我们这笨笨的 你知道吗 其实小孩子比你更聪明 大人也是这样 朋友跟朋友之间 若不守信用的话 第一次给你骗 第二次给你骗 第三次 人家就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了 为什么 人家才不会再吃亏的 所有的众生都不是白痴的 所以你对众生要恭敬 要常常为别人想 而且答应别人的东西 要真正做到 假如你没有答应之前 你先要考虑 假如你现在没有办法答应 你可以说 对不起 给我24小时 想一想 我再拨电话给你 答应了别人 就要用心做到 不然就不要乱答应别人 不然人家会觉得 你看 佛教徒 都是骗笑的啦 佛教徒 讲话都不算话的 佛教徒 都不守时的 佛教徒 都不守幸运的 那我觉得 我们就很惭愧 因为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要守五戒十善 不可以打妄语 对不对 你做不到 你宁言说 I'm sorry I cannot help you 我很抱歉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我很想帮你 但我时间体力 真的没有办法 你可以推荐别人帮他 或是为他想办法 但是你答应了别人 就应该尽心尽力做 乃至于你舍掉你的生命 你都应该去喂众生 这个才叫菩萨摩赫萨 所以可见做菩萨 是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他功德力很大 再请看下面 请看幻灯片 若已做 现在做 将来要做 为少的功德 念念呢 都让多多的众生 得到无量的利益 此方便 不是为自己 完全一念 都是为亲近的众生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举玄庄大师的例子 来鼓励大家 当然不太容易 但是慢慢来 慢慢做 你只要真的念念 为无量的众生 一切呢 诸佛菩萨跟天龙八部 都会互念你的 请看几二 第五十二页第十行 几二与六度相应 请看幻灯片 我有标一二三四五六 此方便 就是我们帮助众生 我昨天讲 其他的外道 一贯道 或道教 或是天主教 基督教 他也有很多善巧方便 比如说举刚在说 我也有基督教的朋友 他每天都会唱圣歌 也会来关怀你 最近好不好 你心情不好 或是你家里发生了纠纷 或是很不幸 你的老公 或是老婆 有外遇了 他们也都会来关怀你 一贯道的莲友 道亲 也是非常关心你 他们的善巧方便 也很好啊 但是 他跟决性 不一定相应 可是佛法讲的是 几二要与六度波罗蜜相应 其中特别要与 波罗蜜相应 什么是波罗蜜的魅涵呢 有无量无边 简单的是 苦 空 无常 无我 跟缘起性空 其他的宗教 不长无我 也不长无常的 同样都盖医院 可是有基督教的医院 有佛教的医院 功德不一样 这边 我要考各位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 全世界都有义工 Valentina 请问 我们台湾也有MRT MRT是Subway 就地铁 有很多人做义工 请问 做佛教的义工 跟做地铁的义工 有什么不相同 想一想 我今天做佛教的义工 跟做地铁的义工 有什么不相同 他的功德是不一样的 都是义工 可是他的发心不同 做一般地铁的义工 或是其他文化 乃至于动物园 植物园 都有义工或导游 对不对 你为了试试 得到世间的利益 得到人脉呀 得到利益呀 对不对 得到特殊的奖券呀 或是discount打折 可是佛教呢 我告诉你 我常常说 做佛教徒的义工 是功德很大的 为什么 一不发红利 二不发金水 三呢 没有年终奖金 对不对 我们真的不是 为什么都利益而来的 听好我来新加坡 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对不对 我是真正呢 感觉到新加坡 有些联友 真的跟我有缘 有些人真的跟我有缘 很认真的去修行 他得到佛达的利益 有些呢 跟我假假的 你跟我假假的 我也跟你假假的 我都很清楚的 有些联友呢 听归听 他呢 掉个头就走了 举个例子 就好像病人 对不对 病人 你生病了 一个牙医 你要去看牙医 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牙医呀 对不对 师父 大乘佛法 师父跟徒弟 跟信徒的关系 就像什么呢 病人跟医生的关系 我每天也都会课 你有很多问题来问我 我给你建议 对不对 听不听还是在你的 比如说我给你十个建议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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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很好 出来呢 自己打折 师父讲十个 我做五个 其他呢 我自己做 比方说你去新加坡 对不对 你去看医生 对不对 医生呢 给你普拿藤 对不对 一天呢 要吃两颗普拿藤 要照三餐吃 要吃六颗 最多不能超八颗 你说 哎哟 这样子肝怎么会受得了 我自己瞧一瞧就好 一天吃半颗 那你的病怎么会好呢 你要相信医生 你不懂的话 或者你吃了 会皮肤过敏 你要跟医生说 医生对不起 你今天我吃的 这种普拿藤 我会过敏 你要把你的状况 跟他讲 这样医生 才能够帮你做调整 同样的 你来清净善之士 任何一个大乘的法师 你问他问题 对不对 就像病人来看医生 你要相信他的建议 不同的意见 要跟他沟通 你不讲的话呢 转个头呢 师傅叫你左 师傅叫你向右转 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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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左转 对不对 那我问你啊 你要到哪一天 才能出轮回啊 那我的心情呢 我叫你向右转 你叫你向 你就向左转 我叫你念普贤心愿评 你就跟我的discount 对不对 那这样很难的 很难成佛的 这样在拉锯站 那最后呢 我只有继续看着你 微笑 那你下次不去问我 去问别人 也没有关系 我不会生气 我就一直等 一直等 我就一直点灯 发愿回向 等到哪一天 你撞着头破血流 再回来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有慈悲心 继续劝你的 这个就是菩萨能做的 这地方 所以这里面讲 词 请看经文 几二 与六度相应 你各种的善巧方便 要跟 一 陀纳 陀纳就是 不 范文叫 达纳 就是不施菩萨蜜 令诸菩萨蜜满足 此为方便 如是以二 施罗菩萨蜜 就是持戒菩萨蜜 射诸各种深处 射受你的深口意 第三 禅提菩萨蜜 忍入菩萨蜜 你的深口意才会庄严而清静 心才会在菩提道上 第四 精进菩萨蜜 叫毗里也 你的心要安住在 深精进 口精进 跟意精进 这个我在第二次讲座都讲过了 我就不重复 这里只是呢 重复 重点让你复习一下而已 第五个 禅纳菩萨蜜 就是你的心 安住于在止观当中 不散乱 不退于禅 第六个 要有般若菩萨蜜 舍离各种 有所求 叫做舍离一切 无违法 接下来再看 几三 与四五量心相应 四五量心 简单的讲 慈悲喜舍 在菩提之良论的第三卷 第三卷 也就是在讲义第六十四页的地方 以后会详细讲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 慈 以慈为做医护 慈就是给众生快乐 你要讲 常常有没有给众生快乐 注意听 每天早上洗来 刷牙洗眼的时候 保持微笑 很重要 这就是你的菩提心 为什么 人家的众生呢 看到你 像看到鬼一样 那你呢 你不是说你拜佛吗 对不对 利益众生啊 第一个慈悲喜舍 慈悲的喜舍 慈就是要给众生生欢喜 第一个 你要先让自己欢喜 第二个 以悲不气流转 悲就是看到众生 有痛苦 尽心尽力帮助他 第三 喜 喜这里是指 伐喜充满 能够忍各种不快乐 或不欢喜的事情 舍就是从内心彻底的放下 而能够发起各种善访为众生 我在商业经测有一个莲友 他以前跟灿公师父学佛 我广青老和尚学佛 他非常的精进 持戒庄严 可是呢 他的爸爸妈妈就没有学佛 人家呢 过年过节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回去 他不太喜欢 有一天我就叫他过来 我说今天放假过年呢 做什么 因为我们商业经济也会放假 平常大家上课 共修 做一工 然后呢 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做网站 还要做法宝 大家很辛苦 那有时候也会恒顺世间 我并没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有时候呢 像端午节啊 或是中秋节啊 我们也会恒顺放假 那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回去看爸爸妈妈 他说没有 他家在南部 他人现在住台北 他回去很浪费时间的 我骂了他一顿 回去陪你爸爸妈妈 就是你的菩萨行啊 你怎么可以说 不陪爸爸妈妈呢 佛经里面讲 共父啊 爸爸妈妈的功德 等同共佛一样的功德啊 你虽然住台北 南部很远没有错 他说师父可以塞车啊 很麻烦啊 去了呢 就很晚 要匆匆慢慢回来 我说那你爸妈妈妈 养你晚不晚啊 养你这么大这么大 这样萝卜头 养这么大 他都没有嫌晚啊 你还嫌晚 他很认真念佛 昨晚宋经 可是被我骂一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没有菩提心 他觉得自己修得很好 其实他根本呢 没有从自己的爸爸妈妈 开始去照顾起 佛曾经说 供养父母的功德啊 等于供养佛的功德 假如这个人很虔诚 拜佛 对师父跟怜悠很好 反而会不孝顺父母啊 这是有问题的 你要回去想一想 你的问题在哪里 当然你会说 哎呀 师父我的爸爸妈妈又不学佛 好 注意听 善巧方便 怎么做 听好 先带大家放假 注意听下面这一段 我给你的建议 也有很多人有问 师父 我听得很欢喜 但我怎么做呢 举个例子 你是佛教徒 你的爸爸妈妈不是佛教徒 或者呢 老公学佛了 太太没有学佛 那怎么办 周末 除了上佛学班之外 上半天 下午陪你的家人 出去走一走啊 也不要太严肃 一拉他来就念大悲咒 我告诉你 他就吓到了 那么何来等来都来呀呀 你在说啥我都不知道 你可以带他去看佛教的电影 或是呢 一半佛教 一半非佛教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喜欢去植物园 动物园 就带他去走一走 他喜欢去圣桃山 那就去吃吃饭 吃完饭以后 吃完你说 爸爸欢喜吗 对不对 刚好呢 海因谷是有活动 我们去点个香吧 我也希望你健康长寿 他就说好啊 因为你刚才很高兴陪他 那现在来一下 他会很高兴 所以度你的爸爸妈妈 要有善巧方便 不一定全部都是佛法 因为他要有善根 有人听到阿弥陀佛 他就说 我不要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要死了耶 你将要念观世音菩萨 他很高兴 你将要念呢 要是如来 他会很高兴 所以关键的是 他在乎的是 你真正是不是学到 佛教的慈悲 来关怀他 你不要觉得 我陪家人是一个浪费时间 错 陪家人是度你的爸爸妈妈 昨天不是讲准念头吗 对不对 所以很多佛教徒 为什么你的障碍很多 因为你没有智慧 没有高度的智慧 也没有善巧方便 谁说学爸爸妈妈 就不能学佛的呢 可以 你可以先满他的愿 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讲说 哎呀 儿子啊女啊 礼拜到礼拜天 你可以陪我一下吗 你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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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你问他 爸爸妈妈 你要不要跟我去念佛啊 他也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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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报应嘛 现世报啊 对呀 你常常希望他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先问 你花了多少的生命 关怀过他呢 你花过多少的生命 去陪过他呢 是不是呢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先陪他去 不要去做坏事 不可以做杀到阴望久事 陪他去世间走走 散散心 去圣淘沙走一走 对不对 吃吃冰淇淋 最后高兴的时候呢 你就说哎呀 妈已经到这里 顺便有个寺庙 今天有法会 我们去点一下灯嘛 希望你健康长寿 他会很欢喜的 他会说哎呀 You are so sweet 对不对 你今天陪我了 对不对 我很高兴 他真正生喜欢喜心的时候 你讲的话 他就会听进去了 你不陪他 你永远呢 他跟你要求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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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他念大悲咒 That's impossible的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 你没有慈悲喜舍的心 所以各位回去打坐 想一想 为什么我爸爸妈妈很难度 因为你自己很难度啊 你认为你自己修得很好 但是还不够好 再加油 再加油 请看下面 几四与六通相应 这是讲六度波罗蜜 你只跟观里面 这个有产生神通 但是我要先解释 我以前讲经讲过 神通是佛教附带的 佛教是不可以选神通的 这里神通不一定指特异功能 神是指神奇变化 通是指通达无碍 通再简单一点 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 所以请看下面的经文 几四与六通相应 以天眼通摄取佛眼 以天耳通满足佛耳 以他心智 知道各个人的心的根系跟念头 以宿命通 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障碍 以自在通 身心来去自如 以进入众生的心 而了解他的想法 看法 而真心的帮助他 这个才叫神通 所以简单的讲 跟你讲什么叫神通 神是神奇莫测 通是指通达无碍 真正的般若波罗蜜 就是神通 你不要觉得神通就是呢 一定师父这样 嘿 我就放一个光了 待会儿变一朵莲花了 那跟你讲 大卫魔术也会呀 各位知道大卫魔术吗 对吧 就一个全世界的做那个魔术啊 对不对 魔术啊 对不对 这样一变起来就变一个鸽子啊 那没有什么 那个不能了生死的 所以佛也说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所以不要羡慕神通 注意 羡慕神通 或许你觉得 哎呀 假如我又羡慕神通啊 就不用像师父这样讲经 我就这样 全部都被我度了 错了 你反而会被他度的 所以佛头说过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而这里 神通是指 佛有清净的慈悲心 身心真正的清净 而没有我直跟欲望 所以他才能够帮助众生 接下来再看 吉武与涅槃相应 佛教徒度别人 怎么度 度不单单只是 劝他来学佛 吃素 上佛学班 最重要 第一个要度他什么 度他 永托轮回 很重要 不管你学南传 北传 或金刚称 你第一个要先让他度 出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 比如说 要度自己的爸爸妈妈 很难啊 以前不喜欢吃素 现在吃素 可是吃素 就不一定还解脱 还要再加油 他若没有学习佛法 那很难啊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最近我有一个学生 他也是这样 夫妻一对是我的学生 很虔诚 他的阿公在淡水 对不对 他们是全家非常非常好的人 很善良的人 种田的人 结果呢 很不幸有一天 他的阿公得到了癌症 他的太太呢 就是阿嬷 很难过 那 他们家完全没有宗教信仰 就是拜拜而已 就是拜拜 然后呢 他阿公呢 要往生了 之前呢 他们两个学生来见我 说师父我们能帮他吗 我说能啊 先改他的业 为他诵经 回向 送普贤行愿品 我们所有人共修 所以我也帮他回向 接下来 你跟他谈一谈 我们就找了一个学生 是护士 去去关怀他 临终关怀的 阿公啊 我跟你做朋友啊 聊得很开心啊 对不对 因为人家关怀他 病人都希望人家关怀他 对不对 所以看病的功德 是很大的 请问你想一想 假如你现在生病了 没有一个人来看你 你感觉如何 你会觉得 奇怪这些脸有啊 都跑去哪里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平常 重关怀别人的因 那我的学生 那个护士就看到 阿公啊 阿公啊 你的身体是怎么样 你要照顾啊 不要太操心啊 他突然讲一句话 阿公 你怕不怕死啊 他突然愣了一句话 他不敢讲话 但是呢 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结果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旁边的阿嬷就开始哭啦 不可以死啊 不可以死啊 还有我呢 不可以死啊 不可以死啊 还有我呢 他的阿嬷呢 比他更紧张 可是第二天啊 他还是很有善根 因为我们天天帮他念 谱贤心愿品 我也念了 我希望我求观世音菩萨 希望能够度他学佛 因为人总是要走这一招的嘛 后来呢 过了两三天以后 这位护士 我的学生护士 又去看他 阿公啊 人啊都会生老病死的 对不对 我跟你谈一谈好吗 他说 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要跟我讲什么呢 那你就讲吧 你的心很好 佛教死了以后要去哪里啊 死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决定呢 我死的时候 我这些家人放不下 那我将来可不可以帮他呢 哎呀 阿公突然问了这么多问题了 结果呢 我的学生就很有善巧的方便 就跟他解释 就说 人死的时候呢 就像换一部轿车一样 对不对 不要怕 你继续往前走 但是你的心很重要 结果他讲完以后 回来就跟我说 师父 Time is good now Good timing 对不对 我有偷偷地问他 我还有一个师父 你来来看你 可不可以 那个阿公很欢喜 希望我去看他 对啊 你看啊 我们努力了很久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慢慢去关怀他 当然他要关怀 要我去看他 我就一定去 那天呢 我虽然很忙 可是我排除所有的万难 我就坐MRT呢 到淡水的马街医院去 基督教医院去看他 我也是呢 要看他也是先关怀他 不要一进来就跟他讲 人要死 这样人家会吓到的 问题是 我死不是你死啊 对不对 讲话有技巧 然后呢 我就先注意听 这是关怀的 第一个 我先跟家人讲 阿公 你这一生是很快乐的 你做一个人是很有福报的 第二个 阿公 你这一生呢 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你应该很欢喜 因为之前我有问我的学生 他一生欢喜的是什么 第三个 要呢 回忆说 一生呢 他去过快乐的地方 所以我是一个师父 我进去不是跟他讲 我什么都没有讲 我只跟他讲 第一个 你应该很高兴 你投胎做人 第二个 你是很有福报的 你有这么多的孝子贤孙 第三 那个阿公在乡下 是很好的老实人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甚至连那个什么 像 福伦社 知道吗 好 很多很多的福伦社 或是呢 这个 其他呢 世间的社团啊 都来看他 对不对 说 你很高兴的 甚至我叫我的学生呢 去准备 他一生最快乐的照片 来给他看 所以他这样说 诶 奇怪 一般师父呢 都来跟我讲 你会死啊 我没逃过了 其实他也知道 这个师父跟我不一样 对不对 很高兴啊 对不对 都来跟我讲 很快乐的事情啊 我希望呢 就以阿韩金讲 是让他知道 人生是尊贵的 第二个 我们呢 要很欢喜 第三个 要回忆一生的善念 最后我就用个比喻 死 没有什么好怕 我也会死 那时候他就专精的听 他还问了我很多问题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死只是换一个部轿车而已 你可以继续往前走 结果要走了之后 他还问我 师父 你下次还不要来看我 我说好 我来看你 你看 你这样不就是善巧方便吗 对不对 所以听好 虽然在座各位联友 你都念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或药师佛 或禁止念 观世音菩萨 或念阿弥陀佛的人 但是你去关怀病人 要有智慧 不要一开始就说 哎呀你已经不行了 开庚我娘 阿弥陀佛啦 有些人心上不太好 不一定能够接受你这样讲 了解吗 你要有善巧方便帮助他 你目的是要帮他出六道轮回 所以这个科判讲 涅槃相应 可是很不幸的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关怀别人的经验 所以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他身上的恶臭 已经发出来了 他已经呢 癌细胞已经肿大了 肚子也肿 我也知道他快差不多了 所以后来结束完以后 我就出去 叫他的太太 跟所有的子孙到外面来 我给他开示 给他建议 给他一些人都要面对 生老病死的事 你心里要准备 那当然我们连友也会关怀他 我们是不收钱的 祝念是不可以收钱的 我们也说 你如果我们要关怀 我们会关怀你 那选择在你 结果一讲的时候 他的太太的阿嬷又开始哭了 因为他舍不得 他也没有学佛法 对不对 后来呢 他真有福报 福有福报 后来我很有技巧的 经过他太太跟家人同意呢 第二天我就来跟他皈依了 真的 我为他皈依 皈依的时候 我也是想祝福他 然后有子孙呢 怠念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那他的家属 对不对 也在旁边 他们看了都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天我也念了很多观世音菩萨 希望他们全家人都能接受 到最后呢 后来我就去参加一个闭关的 西藏的闭关禅修 可是很不幸的呢 在闭关的那一天啊 他断气了 可是我们已经联络好 在淡水 其他的佛教团体帮他助念 所以他就呢 在助念上中很安详的笑的就离开了 告诉你 没有去极乐世界 但是起码不躲三恶道 去极乐世界不容易的 要去敬佛国土 是要很认真修行的 但是呢 起码他这一生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是因为他的学生 就是呢 他的孙子跟孙女 两个人非常孝顺 是我的学生 所以我告诉各位 学佛不要等到老啊 我要想 假如他的阿公能够再生 就有勇气 更有福报 早一点学佛的话 他是会往生 进佛国土的 那怎么办呢 等到来生吧 来生投胎的时候 继续学佛咯 继续呢 做佛教徒咯 继续皈依三宝 继续呢 参加佛学班咯 继续做义工咯 对呀 成佛是不容易的 好 请看 集五 我们度人要与涅槃相应 简单的讲涅槃 就要让他突 生老病死的痛苦 请看菩萨 已度的 环入六道众生 他心中是没有染污 但视线在轮回中间 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人家不愿意承担的 他更愿意承担 人家不愿意帮忙的 他会化无量的身份 去帮助别人 不管好的坏的 他都会用各种善巧方便的 去帮助他 目的是跟涅槃相应 而希望众生 不要继续再轮回 继续轮回会很苦 你一定会有 生老病死的痛苦 接下来 若有些菩萨虽然行涅槃 像阿罗汉他入灭了 说佛 释迦牟尼佛入灭了 但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说 他没有究竟入灭 佛灭度以后 还留了很多的教法 佛也火化成了为舍利子 佛也有留下了佛像 让所有的众生意念他的呢 都会进未来的解脱的缘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灭度之后 他曾经呢 做狮子吼 对十方大地六边震动 特别对弥勒菩萨说 难言福提的众生 已度的人 我得度了 没有度的人 我也放光加持了 将来就靠你下一尊佛得度吧 佛就入涅槃了 所以在座我们所有的人 告诉各位 我们都遇过释迦牟尼佛 只是你忘记了 佛在世的时候 你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印度人 也可能是天上飞的蝴蝶 也可能是小鸟 也可能是其他的众生 也可能是幽靡界众生 也可能呢 就是呢 用那个呢 弥猴呢 供了蜂蜜来供养释迦牟尼佛 供完了你就跑掉了 其实我们都见过释迦牟尼佛 只是我们忘记了 所以我们会在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法院里面 听到佛的教法 所以我们会继续修醒 到下面一尊佛 没了菩萨 我们也会遇到佛法 闲截千佛 我们都会遇到佛法 所以我们更应该精进 所以他讲说 虽然有些大菩萨或佛陀 视线了涅槃 但是他毕竟啊 没有就近涅槃 他虽然呢 有各种的魔 四魔 就是生老病死的魔 五阴魔跟天魔 事实上他的功德力啊 是超越这些魔的 达到四圣地的各种智慧 及官无身法忍的正慧 因为呢 他不会呢 入究竟的涅槃 因为他有大悲心 救度众生 这些文字也可以解释很深 不过我尽量解释浅一点 起码慢慢将来 你可以体会更多 接下来再看 几六与无助相应 无助简单的讲 就无所求 英文讲 without any reward 或是feedback 我们世间人呢 常常都是帮助别人 我们就希望人家 有一点feedback 做菩萨不要有所求 人有注意听 我昨天教 要跟人家相处 要什么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第一次 所以你会生欢喜心 最后一次 所以你会生感恩人心 对不对 今天我要教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帮助别人 你应该很欢喜 这是我的福报 人家不帮我 那是应该的 人家帮助我 我要更感谢别人 这个叫做无所求 我再讲一遍 我帮助别人 我应该很高兴 今天你要我帮忙 对不对 比如说 你的邻居呢 要你帮忙 看小孩一下 因为他赶不回来 你帮他照顾小孩 你还觉得我很高兴 因为我能够帮助别人 这是我的福报 那你不要想 我帮你哦 上个礼拜 我帮你接小孩 下个礼拜 你要帮我接我 那你就会失望 为什么 你会觉得 我都帮他耶 他都不帮我 你这个叫做 有烦恼 有所求 你在帮他的时候 又没有呢 拿一个document Please sign your name 下次要帮我 没有吧 所以 作为佛弟子 你帮别人 你应该很高兴 这是我的福报 这是我的福气 才能帮助你 It's my pleasure It's my honor 这是我的荣幸 可是你遇到人家呢 在公司行好 不帮你的时候 你不要太难过 本来就是嘛 他干嘛要帮你呢 他很忙的 但是你若遇到好朋友 在紧急的时候帮你啊 你要非常的感恩他 所以中国人说 人家帮你一分啊 你要终身难忘 你将来要感恩他 这个才叫与无助心相应 这样讲得更白一点 就是无助心 就是你啊 不要期望有得到任何的回馈 假如你有其任何的回馈 你就会很失望 所以请看经文 己六与无助相应 无助简单讲 无所求 波罗蜜讲呢 心无挂碍故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无挂碍故 无忧恐怖 你为什么会挂碍 因为你有求 你就试探他 对不对 我上次帮他 他这次应该帮我 结果呢 你就觉得很失望 那这里讲 菩萨虽然在这个滚滚的红尘当中 虽行溃闹 可是他的心是很清静的 不顺着呢 他的烦恼跟睡眠 他呢 虽然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是他心中有佛法 他心不会依赖这个世间的这个身体 要享受 要享受 要穿 要很享受 他虽然在欲界色界 无色界 在六道轮回当中啊 帮助众生 可是他不行 视地 视地就是不做世间的事情 世间就是呢 要有利益 才能帮助他 菩萨虽行于空 菩萨了解空性的道理 在一切的时呢 常常只有做一桩事 学佛法 帮助众生 虽行无为的教法 可是对于无为的东西呢 作证是不常常取啊 赶快要证果 比如说今天念咒 对不对 念大悲神咒 希望呢 明天我就赶快看到观世音菩萨 他不会心那么急的 他就一直修 修到因缘水道渠成的时候 自然观世音菩萨就现成了 他也不执着 所以这里讲 虽行于空 请做一个记号 空像什么呢 像天空中的飞机 像天上的明月 空很重要 我昨天讲 前天也讲过 缘洗性空 你看我们的心 常常要像虚空一样 广大无边 假如我们的心呢 很小很小的话呢 那你什么东西都会计较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大家知道 我们呢 夏天的时候 我们若是穿鞋子出去 尤其走在沙土 或是石头地方 突然有一个小石头跑进去 然后你走一走 一定就很不舒服 对不对 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很舒服 对不对 为什么 你看一点一点的小石头 都会让你很不舒服 你就觉得 哎呀奇怪 爸爸妈妈等我一下 脚里面有东西 你就觉得刺刺的很痛 结果呢 你就要停下来 然后呢 把鞋子打开 袜子甚至脱快 翻了半天 哦原来有一个小石子啊 刺在我的脚顶 就很不舒服 对不对 为什么会不舒服 因为它很小 可是你很执着 所以让你不舒服 可是这位 大家知道吗 台湾跟东南亚跟新加坡 有很多叫foot massage 有没有 脚底按摩 各位知道吧 可是很奇怪啊 脚底按摩的时候 你还特别安排时间 然后呢 还要泡脚 然后呢 还给师傅 对不对 请按摩 按得太轻了 用力一点啊 用力一点啊 对不对 我付你这么多钱 你怎么没有用心按呢 你为什么会觉得 用力一点很有用啊 因为你觉得痛了 才会健康嘛 痛了呢 会让你的穴道反应区呢 很舒服啊 可是呢 我举这两个例子 是告诉你 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你想法不一样 一点点小石头的时候 你就都乖乖叫 对不对 可是你脚底按摩的时候 你是希望师傅 按大力一点啊 按大力一点啊 我今天才付的钱有效啊 可是你的心不一样 这个比喻说 脚底按摩的心 这么小 这么小的话 那你什么事情 都会很烦恼的 假如我们的心 像虚空一样广大呢 就像飞机一样 可以在虚空 全世界都翱翔的 也像小鸟一样 可以在天上 可以飞的 所以表示你心的感受 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 虽行六种神通 可是呢 它还没有达到漏镜通 虽然现身闻 或圆觉的威仪 可是呢 它不舍弃 要垂就无上佛法的快乐 请看几期小节 如是等 善巧方便波罗蜜中 所有的东西 都是要教化众生 教是教导 化是感化众生 最重要要有什么 要有智慧 慈悲 接下来要有 善巧方便波罗蜜 这是我花这么多时间 要讲的这一段 所以你知道 一切众生 不同的人 要用不同的善巧方便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为什么叫做 佛菩萨要法门 无量誓愿学 因此 菩萨教化众生 善巧方便住处 应当之 其中有 书如家 书如家 就是说 书罗 沙鲁卡 那意思是指 祭颂约 约什么呢 请看下面 第五十二页 第二十六行 悟悟 普门示现 接下来他举 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要利益无量的众生 应以合身得度者 祭现合身而畏说法 请看 分五 看科判 几一 为了利益 三恶道的众生 你要有善巧方便 地狱恶鬼畜生 再看 五十二 五十三页 第三行 几二 为利益 天道 人道的众生 他也有不同的方法 几三 为了利益 了悟空性的众生 你要为他说 般若波罗蜜 几三 请做一个记号 尤其是谁呢 是文书 施利菩萨 专门讲空性的道理 几四 为了利益 有些人 他不想做佛 但是他想做阿罗汉 身文跟原觉 那菩萨也要帮助他 最有名的是 维摩杰经 文书菩萨跟 维摩杰居士辩论 那维摩杰居士呢 还教释迦摩尼佛的身文 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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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身文乘的弟子 他是以菩萨的身份 实现在家大菩萨 教佛的身文乘的二称弟子 吉武 结论 请看幻灯片 为利众生 愿成佛 这个请做一个记号 菩萨每天每天都在忙 忙忙忙忙 帮助众生 目的是帮什么呢 当然了 就是要帮助众生而成佛 你所有的东西 要帮助他成佛 这样子你才有意义的 你每天帮助他很多 可是你只是 比如说他肚子饿了 你帮助他给他饭吃 他呢 没有衣服穿了 你给他衣服 他心情不好 你陪他走一走 很好 但是你没有帮助他 将来往成佛这条路走 那还是有一点可惜 所以帮助众生 有两个目的 请你自己写下来 第一个 满他的愿望 世间跟初世间的愿望 而且这个愿望要正确的 不可以错的 举个例子 有两个老板 公司A跟B A跟B都来拜观世音菩萨 A就说发愿 观世音菩萨 希望呢 让B死掉 然后生意不好 而我生意更好 那你说观音菩萨 会不会满他的愿呢 答案不会 你怎么求都没有用 因为你这是伤害众生 而让自己得到利益 所以帮助众生 要满他的愿望 世出世间的愿望 但是是不可以是做坏事的 那你说师父 我怎么知道判断如何是不做坏事呢 不可以做违反五戒十善的事情 第二个 帮助众生 不管用什么善巧方便 要让他听闻佛法 法才能够让他解脱 身身世世出六道轮回 所以你要帮助他 引导他走向成佛的这条路 这个才叫帮助众生 否则呢 那世间的人呢 也可以帮助众生的 好 在这个五个科判里面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待会我要回答问题 我先讲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给大家听 给你看一下 我有两个故事 一个是讲于兰观音的故事 或许有些人有听过 我明天再讲 因为这个故事比较长 先给你看图片 于兰观音 然后呢 我待会要讲的是 另外一个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感应录上面的故事 好 先给你看一下 猜猜我是谁 青蛙 这怎么会像青蛙 谁讲青蛙 告诉我一下 哪里像青蛙 哦 我知道了 它上面一点一点的 是像青蛙蛋 对不对 好吧 或许你讲对 观世音菩萨就要度青蛙的话 它就要变成青蛙 这是真的 好 这个是什么 猜猜猜我是谁 你们看 这像什么 四壁观音 还有没有像什么 猜一猜啊 猜最后有讲哦 师父送他巧克力啊 对 上面写 Bodhisattva 对 的确这是四壁观音 这是我们台湾呢 捷运站的标题是 你也可以做菩萨 这是台湾呢 捷运站里面 捷运站里有很多广告 我知道新加坡也有MRT 可能是因为 Multi Religion的关系 要尊重不同的宗教 可能呢 就不一定可以放佛教的广告 可是现在在台湾呢 佛教的广告是非常被人家重视的 这个标题叫做 你也可以做菩萨 答案是什么呢 字有一点小 意思是说 青年是艾滋病的主要受害者 邀请青年人与青年的父母 师长 同学 朋友 一起来帮助生病的人 尤其是得到艾滋病的人 听好 艾滋病的人不一定想歪 在南非有很多父母输血的时候 他也会得艾滋病 现在全世界的中心 业力的关系 一个病毒啊 就会让很多人死掉 像台湾很不幸 很多小朋友 现在就在流行肠病毒 很多人来问我怎么办 师父呢 我教他念观世音菩萨 教他喝大杯水 大杯水倒在你的水壶里面 你可以清理肠的病菌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悲心 所以希望大家呢 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那呢 那得到艾滋病的人呢 其实有时候 他的品德是很好的 可能是因为输血的关系 或种种的关系 请切换幻灯片好吗 不一定要一直照我 请他照幻灯片 因为这很重要 他说要三正爱之应落 三正爱之恐惧 三正爱之的末世 台湾要加油 答案 你的参与跟支持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让世界更有爱心 所以你不要去瞧不起 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种族 其实每个众生都很苦 那是啊 他甚至呢 还有另外一个广告 右边你可以做菩萨 左边那些告诉你 想一想 不要跳楼 是圣言法师的法语 告诉你 你可以不住自杀 自杀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现代人动不动呢 就想自杀 甚至有些我听青少年 动不动的爸爸妈妈 你不服我 我就跳楼自杀 不可以 注意听 不可以用跳楼自杀 威胁别人 小朋友不可以 大朋友也不可以 老公跟先生呢 也不可以 吵架了说 我用自杀来威胁你 答案下次呢 你就会被人家 用自杀来恐吓你 不可以 也不可以诅咒别人 所以众生是很苦的 你应该做他的菩萨 做什么菩萨呢 给你下面的建议 请看 新红师的建议 Love Live and life 这是他的标语 这张是我写的 Love all sentient beings you met every day 爱你天天见到的 一切的云云众生 包含狗 猫 你的朋友 你的小朋友 你的同事 你要真正的用心 去关怀别人 第二个 Live Live daily with happy feeling and peaceful mind 每天要活的呢 要有愉快的心情 以及宁静的心 知道吗 人都会有情绪 都有压力 假如你真的今天不舒服 你应该讲出来 我觉得华人的脸友 有时候都不太愿意讲出来 比如说呢 你下班 太太问你 好吗 你说不要跟我讲话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累 我真的不舒服 你要帮我的话 倒杯 卡布奇诺给我吧 你要讲啊 或是你要喝一杯凉水 你要讲啊 不要一进门口呢 皮包 砰的一声 她来讲 你干嘛 今天吃错药啊 你不舒服也要讲 你说太太 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今天被老板骂了 我今天碰到很多很多的麻烦 我真的很累 我需要你关怀 可不可以泡一杯咖啡给我 先不要跟我讲话 让我休息一下 你讲出来 It's better to speak out 要讲出来 很多老菩萨都不太愿意讲 他说 哎呀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他应该知道了 Who knows 他又没有神通 他怎么会知道 对不对 就像你没有问问题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问题 讲出来并不丢脸啊 所以听好 你要常常跟人家沟通 但沟通之前 自己要有愉快的感受 跟宁静的心 第三个很重要 请做一下 Life making your life become more meaningful and beneficial 让你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跟更有价值 利益更多人 比如说在座所有的联友 都是很有善根的 我们得了人生 对不对 我们生活在 真的新加坡 很有福报的国家 真的住在新加坡 新加坡是非常有福报的 我跟你讲 我都不敢动念头 将来我要升到新加坡 我还是习惯住我的台湾吧 新加坡的年后 真的很有福报 长得圆圆的 飞飞的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很有福报 一放假 全世界都去飞 我觉得经济都很景气嘛 从无节路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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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shopping 台湾可怜的人很多 新加坡政府呢 是真的很有福报 我是很真心的 我没有政治立场 我是很赞叹你生活在这个 真的有福报的国家 然后你又听闻到了佛法 你还能够学佛 你还可以帮助别人 make your life meaningful 你看我们今天虽然很辛苦 大家在听经 你知道外面的人 有多少人在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对不对 就算他不来听经 看电视 这样按电视 电视 control 按按按按 按到这样 就睡着了 做猪 对不对 不然呢 就去呢 花天酒地的地方 蹦恰恰 蹦恰恰 哎呀 发得老 哎呀 我有小朋友了 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社会问题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听好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要真心赞叹大家 鼓励大家 你是很有善根的 但是我不能常常讲 常常讲的话 你的尾巴就会翘起来了 所以还是不要讲太多 不过你要自己 要鼓励自己 我是很有福报的 我是佛教徒 我听到了佛法 我又能够帮助别人 我应该很欢喜 所以应该问你自己 Are you happy today? Are you happy with Dhamma today? 你今天真的 法喜充满了吗? 要快乐一点 要高兴一点 天底下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你真正的修行 你是很有意义的 接下来 你有能力帮助别人 make beneficial beneficial 就很有意义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虽然看起来不太老 不过也老了 42岁了 我很高兴 我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我去了世界18个国家 我去了多少的圣地 我认识了很多人 很惭愧的 我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 对不对 我觉得 当然希望 我知道大家也都会希望 我们健康长寿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活多久 其实我自己知道 但是假如我可以活到80岁 我也很高兴 那81岁呢 以后还要看人家 要不要听我奖金 如果没人要听我奖金 我就去极乐世界咯 对不对 在这边 很苦的 天气那么热 对不对 牛奶都越来越高 living cost 睡也越来越重 对不对 所以其实人类是 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重点是 在这么多压力当中 你的生命很有意义 你可以学习佛法 可以帮助众生 以前我也不会电脑 你看我会拍照 我会学电脑 我还会做短片 所以当我跟你讲话 讲完经 我们回向完 我们睡觉的时候 地球的另外一端 还有很多人上网 听我的入菩萨行论 我应该很高兴 我们这一生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当然我不敢说 我帮了很多 但是从我的角度 我是很真心的 帮助了很多人 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一生是很有意义的 当我老的时候 不要说老 我现在的房间呢 就放了很多很多 朝圣的照片 我看着我这一生 去了这么多的圣地 认识了这么多人 有些人还有联络 有些没有联络 我觉得我的生命 是很有意义 也很欢喜的 所以要走的时候 应该很欢喜吧 你如果没有学习佛法了 你要走的时候 你会很恐惧的 好 讲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鼓励你们 我打了一个声识 我打了一个声音菩萨的故事 我接下来 我打了一个声音菩萨的故事 我打了一个声音菩萨的故事 我看着你 我以为你 我闹你 我现在是不得的 你会る